这不是恶意词推吗难道 那OK 你们恶意词推那怎样呢 公司这么大就差你那一千多 对 就是差我这一千九百 你们现在是独对证是吧 你干嘛 偷自己啊 就是绩效这个东西是你们跟我说的 我们在签订的时候 我根本就把我的工资面还存在绩效部分 你们现在否认我有绩效工资啊 否则为什么你没有对我们误解 本来这部分确实是没有 我们也没有去跟你去书面一个场合 所以它不是法律约定的绩效工资 怎么可能是法律约定呢 反正不会有这个东西了 在这个共同中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玉琳当时说的是两千的工资 加上一万你可以请她进来 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事情 这样叫什么 这样吵有什么叶叶呢 我没有吵 公司这么大就差你那一千多 对 就是差我这一千九百 为什么不能她来跟我对接吗 你们在二月份我就问了玉琳 绩效的这个拟订什么时候出 她说已经在流程了这几天马上给你 我等到了三月二十五号 你们才出了一个粗略的版本 并且是严重不合理的这个绩效款和的规定 我当时也在第一时间反映给你了 之后我去咨询了Andy Andy也表示了这个绩效不合理 她也不看这些东西 并且你个人在聊天记录也承认了 但是她没有发放 你看她这样了 没问题你录音有都没问题 我现在就先跟你谈这一部分没关系的 什么部分啊 东西搞成那样子没什么必要合作 我搞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版本会不赚钱啊 我又不是我又不是校正港 发现项目不赚钱就把人赶走不是吗 那你要这么说我没办法 这不是恶意辞退吗难道 那OK我会承认她怎样呢 等下再推再再去推论这个没有意义了 那所以我补发的绩效在哪里啊 我刚刚已经说了很清楚 你们就像不承认有绩效工资这个板块了 对 好 可以啊你有什么 你们要是退我也要给我一个我要走的理由 一切所有的东西 那帮跟你解决劳动合同 就可以了 可以啊那校正的工作谁完成啊 没关系的 你可以我们会提前通知嘛 那你校正的工作还继续嘛 那就这样吧 嗯